诈骗集团不仅有车手零款 还有专责收取人头账户的收不守 警方发现有诈骗集团先在脸书散布打工求职讯息 带有意愿求职民众上钩询问后 在以通讯软体LINE护加好友对话 又骗卖一本账不可赚一万元 警方作埋伏逮捕黄信收拨手 经一诈欺罪嫌疑送法办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侦察队 侦办一件警示账户诈骗案 经抽丝剥剪后发现 诈骗手法是先在脸书散布 有打工兼职的机会 带有意愿求职的民众上钩询问后 在以通讯软体LINE护加好友对话 诈骗集团自称某某公司 全排会员众多 因为客人输赢结算对会金额庞大 需要找账户配合会账 以提供一本账户可获得一万元 十天为一期之风后报酬 引诱民众将账户透过便利超商宅集便器 送到指定超商由收不守领取 在网上交作为诈骗汇款人口账户使用 警方作假午在桃园市新屋区查获收取存折 及金额提款卡的收不守 黄敬男子35岁扣的存折两本金额提款卡四张 手机两支及超商取件收据等证物 黄南公称担任收不守仅半个月 每去便利超商收取一件寄送存折及提款卡之包裹 可获一千元报酬 至今已收取二十本存折账户 半个月赚两万元 警方在超商逮捕收不守查扣账不等证物 记者游名黄帆社分享 警方在超商逮捕收不守查扣账不等证物 记者游名黄帆社分享